第609章 惨 鼓烈之声在乱石之地传出 这一刻几乎所有的喧哗声都是感染而止 而后那一道道目光刷的一声便是尽数地转向了场中 在那乱石之地的中央处两道身影呈现一上一下的交融之势 宋真深悬半空右掌探出 但却是被林栋一只手掌牢牢地抓住 而那鼓烈之声也正是从此处传出 谁的骨头断了 这道念头闪过在所有人的心中 他们知道这里的胜负恐怕寂静要出现 因此一个个眼睛甚至连眨都不敢眨一下 在那满场寂静间林栋修长的身影却是突然移动 寻寂他的脸庞上缓缓攀爬上一抹冰寒笑容 笑容之中杀意涌动 笑容浮现林栋猛地一步踏前 手掌如同鹰爪一般 撕撕地抓住宋真的手腕 然后手臂一抖 庞大的力量直接是将宋真蛮横地扯起 在半空一个轮圆 最后在周遭众人惊恐的目光下 狠狠地将其砸在了一块青石之上 砰的一声 肉体撞击在巨石之上的低沉声音 令人心惊肉跳地在场中传荡而开 巨石当场崩壁而开 无数碎石飞溅 可怕的冲击力 好保留地技术冲进了宋真的身体之中 当即他体内的器官 仿佛都是为冲撞地转移了位置一般 一口鲜血喷吐而出 然而他的身体刚刚落下 林栋淡漠的脸庞再度出现 那黑色的眼瞳之中 仿佛有着无尽的寒意在喷波而出 抓住宋真手腕的手掌依然不松 林栋嘴角一脸 然后直接拖着宋真奔略而出 狠狠地对着周遭的那些巨石砸过去 场中巨石不断地暴力 林栋死死地抓住宋真 将其身体当成棍子一般 以一种极为蛮横的姿态 抡在那些巨石上 乱石之地周围 所有人手中的动作都是凝固了下来 他们望着那在林栋手中 毫无反抗之力的宋真 忍不住地从嘴中吐出一片冷气 眼神之中弥漫着震撼 他们实在是有些无法想象 那来自十大王朝之一 并且获得了滔铁宗传承的顶尖强者 竟然在林栋手中败得如此之惨 清风喉咙滚动了一下 咽下了一口唾沫 他盯着林栋手中满身鲜血 气息极端虚弱的宋真 再看看脸旁依旧淡漠的林栋 不知为何却是感到一种寒气 从脚底冲上了前灵盖 这家伙真是可怕 林栋他们赢了 蓝鹰轻探了一声神色复杂 他能够感觉到宋真那萎靡的气息 他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宋真会失去所有的反抗 但这显然也是林栋的一种诡异手段 而这种手段即便是他都是感到惊惧 战场顺息而止 那薛鹰等人无不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脸庞上的苍白越来越盛 这一幕出乎了他们所有人的意料 他们实在是有些无法想象 宋真竟然会失败 而且还是如此凄惨地败在了一个 仅仅思源涅槃境的低级王朝的小子手中 那个家伙真的这么强吗 薛鹰等人目光隐隐地 有些恐惧地望着场中 那将宋真的身体当作武器四处乱砸的林栋 那种异常可怕的暴力 看得他们有些胆寒 大哥 宋缺以及宋霸也是被这一幕所震撼 不过玄机便是回过神来 眼中当即涌现暴怒之色 身形一动就欲动身相救 陪你玩了这么久 看来也该结束了 然而那宋缺身形刚动 一道鬼魅一般的身影 便是如影随形一般的出现在其面前 那张泛着笑容的俊眉脸庞 却是令得宋缺眼瞳皱缩 小雕身体前倾 瞬间击进了宋缺的身体 泛着浓郁子黑光芒的手掌 隐隐间自视化为一道 黑爪之省 而后刷的一声撕裂空气 尚还不带宋缺回过神来 冰凉的手掌 已是紧紧地附在了 他的胸膛之上 宋缺身体凝固 下一刹那 身体瞬间倒飞而出 鲜血狂喷 而后重重地落至地面之上 生死不知 二哥 那本已冲出树部的宋霸 见到这一幕 面色顿时骇然起来 天魔神变 天魔爪 然而宋霸的惊骇声 尚还未彻底地传出 一道低沉的唬哮之声 便携带着狂暴的杀意 自其身后轰然传来 而后一股可怕的进风 也是从后方席卷而来 将其笼罩 感受着身后 那无比狂暴的进风 宋霸面色也是巨变 急忙地转身 脆散金光疯狂地凝聚 眨眼间便是化为了一面 极其厚实的金色盾牌 金色盾牌成形 一只巨大的黑光虎爪 已是瞬间而至 没有丝毫停顿 携带着那滔天凶暴 直接是狠狠地轰在了盾牌之上 可怕的冲击波 吸远而开 黑光滔天肆虐 那金色盾牌之上 却是迅速地在宋霸惊骇的眼中 爆裂出一道道裂纹 裂纹疯狂地蔓延 短短刹那间便是抵达极限 最后砰的一声巨响 彻彻底底地爆炸而开 盾牌炸裂 那其后的宋霸 也是失去了所有的防护 黑光虎爪席卷而来 一爪之下 便是将其整个人 都是狠狠地轰进了地底之中 大地塌陷 巨大的裂缝浮显 而那宋霸 则是直接地被埋在了 那深深的沟渠之中 一道壮硕的身影 如同魔鬼一般地 落在了沟渠处 身体之上 带着一些伤痕的小颜 抹了一把脸庞上的血迹 眼中弥漫着胸里 手臂一把穿进地底 将那昏迷过去的宋霸 拎了起来 周遭众人望着这一幕 顿时寂静无声 短短数分钟的时间 宋家三魔 两魔皆拜 不对 或许是三魔 一道道目光飞快地转移 场中灰尘弥漫 所有的巨石 都是被林洞蜂魔般的 全部伦宝 而那武器 自然便是宋真的身体 弥漫的灰尘中 一道身影突然缓缓地出现 那种细微的脚步声 令得不少人心头 都是有些压抑 人影最终走出了灰尘 修长的身影正是林洞 此时的他脸庞上 挂着一抹淡漫的笑容 他的手掌满是鲜血 而后 他拖着一道身体 都是有些扭曲的人影 缓步走出 所过之处一条血痕 刺人眼目 走出尘雾 林洞手掌一甩 直接将手中 那血肉模糊的身体 如同垃圾一般的 丢在场中 闹到人影落在场中的 低沉声音 犹如在砸在了 所有人心脏一般 令得他们的身体 都是剧烈的一颤 这是宋家三魔的老大 宋真吗 乱石之地周围 那一道的目光 望着那一具 几乎血肉模糊的身体 再看看林洞脸庞上的笑容 所有人的心头都是泛起了毛骨悚然的含义 这家伙手段也太狠了 竟然生生地将一名五元涅槃镜强者打成这副惨样 哈哈 还打骂 林洞抬起头 望着那些面色苍白的学影等人 咧嘴一笑 林洞的笑容相当和善 但落在薛英等人眼中却是宛如恶魔 他们的面色顿时间煞白 心中的战意 也是在林洞丢出那具 万死不活的血肉模糊身体中时 彻彻底底的崩溃 不打的话 交出涅槃印 然后滚 薛英等人眼神变换了一阵 最终还是灰暗下来 他们明白 这一次他们彻底的输了 林洞他们赢了 巨石上 蓝英深吐了一口气 美目之中 异色闪动 惊声难难 宋家三萌竟然输了 林洞三人 也必经踏入涅槃金榜 成为这远古战场之中 最为耀眼的存在 蓝英抬头 望着那插入云霄的百朝山 想来那些关注着这里的超级宗派 也会因为这种结果 而有些震动吧 这种结果